早在春秋时期 孔子就提出了世界大同的伟大思想 直到今天 世界大同仍是全人类共同奋斗的目标 但是即使我们和身边的朋友 同事相处都难免发生冲突 要想达到世界大同就更是一件难事 然而 在《易经》里 却存在着一个教导我们怎样 画出意义走向大同的广 同仁广 那么同仁广究竟包含哪些神庙玄机 是不是只要掌握了同仁广 大到世界大同 小到与人和谐相处 最终都能轻松实现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 将引领我们一起 感悟易经的智慧 请继续关注 一世同仁 序卦传说 雾不可以忠批 任何一个事情 不可能永远是必塞不通的 他雾本身也会调整他自己 叫做自我修正 雾受之以同仁 什么叫同仁 就是我们大家尽量地朝向同一个目标来努力 同心协力 他那个效果自然就会好 人要做到同仁也不是很容易的 因为每一个人生长的环境不一样 他的人生观价值观都不相同 我们不可能要求大家完全相同 因为那不但不可能而且不需要 但是最起码我们要求同仁才能够存异吧 这就叫做大同小异 大同是当年孔子提出来的一个人类最高的理想 就叫世界大同 我们现在的话就叫做地球村 可是地球村它推行的不是很顺利 到现在还只是一个有名无实 那这就有待于我们人类共同的努力 同仁卦像是什么 就是下面是梨卦 上面是钱卦 钱就是天 天的底下有一个太阳 那它会普照万物 使得大家都觉得光明在望 实际上 同仁卦的意思 除了意识同仁 它还有天下为公的这个含义 因为你如果没有天下为公 你怎么可能意识同仁 更深一步来讲 就是大家看到 人一出生 它就不平等 那我们是不是就让它永远不平等下去呢 你老是不平等 老是不平等 然后它就比赛不通 自然就比赛 这对整个人类的发展 都是不好的 可是 人类一出生 它就不平等 这是个事实 那怎么办 那我们就用后天的人为的道德修养 来尽量让它平等 不是绝对的平等 而是相对的平等 所以同仁同仁 可以这样解释 同样是人 为什么差那么多呢 同样是人 不应该差那么多吧 一般人只讲前面那句话 同样是人 为什么差那么多呢 那就是抱怨的话 那一定你受得气的 你看不过人家 比你好 同样是人 为什么差那么多呢 一肚子火 你先把我倒过来 把这句话倒过来 同样是人 就不应该差那么多 就慢慢地要想办法 让他意识同仁 同仁 同仁意思最早起源于 《易经》中的同仁卦 原指 有相同志向的人 发展到现代 多用同仁 来代指同事或同行 而一世同仁 则出自唐代文学家 韩玉的原人 原指 圣人对百姓 一样看待 同事仁爱 现在都表示 代人 不分薄厚 但是 人类生来就有 好物之分 要想做到 一世同仁 绝非一世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 一世同仁呢 你看任何组织 大家起来讲话的时候 特别是 当主管的人 他怎么称呼大家 他说各位同仁 可是 很好笑的就是说 当你嘴巴讲 各位同仁的时候 你心里头会想 有些人根本 就不是我的同仁 这个就代表什么 代表人要做到同仁 也不是很容易的 你说在物质上 可以一世同仁吗 大概是不可能 我的西装脱下来 很多人穿不上 不是大就是小 他的眼睛给我戴 我不合适 可见我们一直注意 在物质方面的平等 这个方向还是有问题的 这样各位才可以了解 为什么 整个的同仁卦 它有六个窑里面 只有一个是阴窑 其他五个都是阳窑 就是告诉我们 你不要一个眼睛 然后盯着那个物质的层面 因为物质的层面 要求平等 是相当困难的 你倒不如 在精神方面 尽量地让大家 有同样都市人 不应该差太远的 那种觉悟 那就叫同仁 我们看看他挂词 是怎么说的 同仁于也 亨 立社大川 立君子真 就这么简单几个字 同仁于也 是什么意思 古代把城市叫义 凡是人口积极的 居住人多的地方 样样都比较方便了 就叫义 义以外就叫郊 所以我们今天讲郊区 郊外 在外面就叫野 野外 那就比郊区 还要更方僻一点 离开城市更远一点 这是什么意思 就告诉我们做一个人 你要由近推到远 由轻推到输 一步一步地去意识同仁 你才做得到 所以做人活事情 它也可以有一个过程 慢慢地往外推 是比较容易的 一下子要把天下人 都看成一样的 是比较不容易 所以同仁这个观念 能够推到野外 那就很通 刚开始说我们是住隔壁 所以你家杀的猪 给我一点 我家有果园才能分你一点 慢慢地大家就好像很亲切 彼此都看得起 慢慢地到一个社区 然后扩大 扩大到能够野外的人 你都把它看成是一家人的话 那真是天下一家人 那不吭通才怪 同仁卦告诉我们 仪式同仁 也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那么同仁卦的卦象 是怎样表现出 同仁这个概念的 学习同仁卦 又要注意些什么呢 断传怎么说 断传说 同仁 柔得位得忠 而应付前 越同仁 这个柔是指什么 就是指六谣里面 那个六二谣 那唯一的一个阴谣 它是柔的 因为第二谣是阴位 所以它就是得位 叫做当位 这个谣是当位的 下挂是离挂 六二谣 又是下面这个离挂的 中央那谣 所以又得忠 它行忠道 它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应付上面的前挂 你看六二跟九五 它是一阴一阳 彼此相惜 这个叫做相应 单位居中 有跟上面相应 那当然是非常恨同的 你看前挂 只有一个阴谣 对六二来讲 其他的五个谣 最好能够意识同仁 都照顾到 那就叫做同仁挂 同仁愿 同仁愿 亨 它会带动整个的时代 往前走 使大家越来 越有同仁的感觉 越来越能够享受到 同仁的幸福 文明以见 你看 文明就是指下离 它很光明 以见就是讲 上前 它很刚见 上面是前 下面是离 就表示这个光明 它会持续的 它会越来越普及 造到所有的地方 中正而应 是说六二跟九五 都居中 都当位 而且又相应 这种状况 是很可贵的 君子正也 就表示这个时候 每一个人心里 都非常的正常 都能够去掉 自己的成见 都能够把自己 私人的恩怨 把一边 为共同的目标 而努力 共同用一个原则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求同存异 我们把大家相同的部分 归纳起来 个人不同的部分 那么大家各那一步 很自然 大家看法就很接近了 为君子 为人通天下之志 什么叫天下之志 就是说 天下有这么多人 每一个人 个性都不太一样 我们现在都非常清楚 就叫做个别差异 你十个人 有十个不同的看法 一百个人 有一百种不同的个性 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要求大家 同心协力 那五一的办法 就是每一个人 都要牺牲一点 自己都要站在公共的利益上面 来多考虑 这样就叫做通 天下之志 只有君子的所作所为 他才能够出尽 天下为公 世界大同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同人卦 提供给我们的 一个主要的思想 虽然天下为公 世界大同是同人卦的 主要思想 但是我们看到 要想真正地实现 世界大同 是一件比较艰难的事情 因为在现实社会中 存在着很多 诸如种族歧视 贫富差距 宗教冲突等 独立因素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 解决这些 非常棘手的差异问题呢 通过学习同人卦 能否找到解决问题 实现世界大同的方法呢 有时候 你说民族与民族之间 有一点点小意见 我们也不要太过敏感 说这就是种族歧视 也不必要嘛 那君子看到这种现象 他就想到一个同人卦 君子与类族变物 我们可以看到 动物也是同类的相聚 你看有的动物 他看了彼此就是不顺眼 我们最容易了解 就是狗跟猫就好了 狗跟猫很少玩在一起 可是现在狗跟猫 也慢慢玩在一起 但是我们要小心 你在外面看到的 野狗跟野猫 他们还是跟仇人一样 这就证明说 只要大家长期的谋合 彼此没有敌意 他也自然会谋在一起 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就会发现 人与人如果要大同的话 就不能要求太多 当然不是说 我们所讲的麻麻糊糊不是 因为我们对麻麻糊糊 已经老早有一种错误的看法 不能垂毛求疵 不能什么都苛求 你才有办法 当每一个人在生长的过程当中 他已经养成了很多习惯 比如说中国人用筷子 他比较习惯 那很多外国人 他用刀叉比较习惯 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有的喜欢用刀叉 你就让他用刀叉 有的喜欢用筷子 你就用筷子 你也不要笑我 我也不要笑你 那就比较容易 大家和平相处 不行 所有人都要用筷子 那就糟糕了 那就有很多人 他没有办法适应 不行 一定要用刀叉 那又何必呢 君子他是同类相聚 同时呢 他还有种族的差异 我们只要求什么呢 能够分清楚 可以同的尽量同 没有办法同的 我们尊重他 有不同的成分 有不同的表现 彼此谅解 彼此包容 这样就已经叫大同了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所以你看 我们同能挂的挂词 只有同能于也 他没有告诉你 同能于家 换句话说呢 在家里面 你可以靠亲情来彼此照顾 但是当你出去以后 你要做到一句话 就是用你的理智 来指导你的感情 这样就对了 那为什么在家里 不过也用理智来指导感情 当然也要 只不过没有那么严格 你看小孩子 是你自己生的 那他有时候调皮一下 有时候捣蛋一下 你会很生气吗 不会 你还多少一点高兴的 所以 究竟呢 他是很可爱的 这是什么 这是亲情所然 外面呢 你的感觉不太一样 这个人怎么不讲理 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 可见这还是有区别的 同仁卦告诉我们 同仁是与家庭成员 以外的人共同实现的 而交流和相互理解 就是同仁卦指导人们 走向大东的精髓所在 那么是不是只要做到 与他人同仁 都能够得到好的结果呢 是不是 只要我们与同仁为目标 就万事大吉了呢 那我们要不要说 把同仁就这么当作一个既定的目标 一直往前去推 要不要 答案也是不好 为什么 因为一阴一阳之味道 就算你同仁 就算你有很大的效益 他也有好处就有坏处 好处是什么 就是他可善的部分 他可以提升道德的修养 叫做同心同德 我们大家一起互相勉励 尽量提升我们的品德修养 谁也不要笑谁 谁也不要害谁 大家诚心诚意 这当然是好啊 这是善的同仁 但是也有恶的一面 你看很可恶的东西 是什么 就是我们一起来 我们来破坏社会的道德 我们来同流合污 做一些对人类不好的事情 也可能 那个叫什么 叫做扶鹏狗党 所以同心同德 固然是好的 同流合污 那就是非常可怕 因此 论语才会告诉我们 君子合而不同 小人呢 同而不合 小人是共同利益 他们的利益 是紧密地结在一起 可是他们得到利益以后 他们还是个人想个人的 他不是真正的和谐 凡是为利害关系 而行动一致的 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和谐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做赫西尼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 讲到这个和谐和谐 他就有点皱眉头 和谐和谐 什么都不要做了 因为从他的经验当中 的确有这么一部分 大家为了求和 意见不敢说 看到不对的 也不方便说 看到有人受害的 他也不想说 那这样的话就是赫西尼 那赫西尼的话 完全是小人的行为 因此我们再看卦象 他一共六尧 有五个尧是光明的 就算不单位吧 他也是光明的 这就表示什么 你要同仁 你一定要有光明的目标 我们大家放弃私人的利益 是为了公共的利益 可是这个公共的利益 到底公共到 什么一个范围 只要推 独家这个推是很重要的 刚开始 一定只想到我们社区 这是必然的 慢慢推出去 推到我们 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 我们一个省 最起码我省做好 然后呢 我们全国做好 你才有办法 再推到国外去 同仁卦是 《易经》六十四卦中的 第十三卦 其主要精神是 破除一家一族的私建 重视大同 不计较小义 而早在春秋时期 孔子就提出了 世界大同的伟大思想 那么 如此博大精深的伟大思想 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发展 有着哪些深远的影响呢 面对世界大同 中华民族 又该做出哪些贡献呢 不过我们这里 也有一些感慨 就是中华民族 它太早成熟了 当基础还没有做好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懂得同仁 就开始懂得大友 这些内涵 所以我们对外国人都特别好 而对自己人 他往往 寄现实的不足 我好像觉得不好 我们在没有国家的观念以前 我们就开始进入了世界的观念 这个对我们中华民族是非常不利的 我们不能停顿在国家观念 不能 我们一定要扩张到天下 但是在国家没有安住以前 你只想到天下 没有想到国家 那完全是找借口 除非他是不懂事 否则就是找借口 来替自己的很多行为 把它震荡化 你跟很多人一讲 现在不能再讲什么民族了 不能再讲什么国家了 现在已经是地球村了 这样的话 对我们是不利的 为什么 因为地球村 它永远是大国在主宰 所有的今天他们所讲的游戏规则 都是少数发达国家 他们说了算 这一点我们要提高建权 我们一定要增加自己的实力 要提高自己的法语权 要对世界有更大的影响力 我们自己脚步站稳了 我们才可以放党地说 世界大同 要一步一步来 你满脑子都是世界世界 这个美好没有错 那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也没有错 可是你一定要按照 这个同能的挂 他有一摇一摇 他有他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的任务 你一定要这样按部就班去走 否则的话 我们是很吃亏的 你看一个小孩 他没有家庭观念 他只有社区 整天为社区奉献 家里什么都不做 那如果全家都这样 这个家像家吗 我们不能自私 绝对不能自私 但是他有一个先后 他有一个轻重 他有一个本末 我们一定要向前走 但是不能跨越 国家不要了 你看很多人开始讲 地球出生以后 国家是虚极化 它只个名词而已 不要上这种当 那是人家想来迷惑我们的 当然你到北欧 你会发现 那有什么国界呢 国界有什么用呢 因为它几个国家 根本连在一起 尤其当地人告诉我 他们是羊为生 那个羊群高兴跑到 那个国家去 他就跑过去了 他一会儿又想回来 我又跟他回来 因为他就一条线 就在隔壁 那你还要说 每一次要通关 要盖章 要检验 那根本不切实际 那是特殊情形 我有一次在一条船上 我看到那个时钟 大概全世界只找不到人 我们普通的时钟 一个时针 一个分针 一个秒针 大概就够了 它那个时钟 有两个时针 一个分针 一个秒针 我看了以后 我以为我眼睛化了 怎么会有两根 都是时针呢 后来我一问才知道 我们从这边坐船 渡到那边去 它时差正好一个小时 所以这里十二点的时候 那边是一点 那你如果拨十二点 你到那边就不对 如果拨一点 一开始就不对 所以它干脆两个时针 一个在一点 一个在十二点 那随便你自己看 你在这边 你就看十二点 到那边 你就看一点 不就拨了吗 那是非常特殊的状况 天下之大是无奇不有 每个地方 有每个地方的需求 每个地方 有每个地方 它的做法 我们求同存异 这才叫做大同 大同的过程 非常重要 它的主旨 其实只有一句话 叫做万众一心 大家有这么一个 共同的意愿 然后彼此去谋合 互相尊重 所以我们下一次 就要来谈一谈 万众一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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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